我 我不杀人的 我只不过 要在你的脸上多划几刀而已 让开 我来 你这么讨厌这盒子 一定要把它破坏不可吗 我没带暗器 我随手在怀里一掏 掏出这个盒子出来 是非有意 请姑娘别惊怪吧 这盒子 你一直戴在身上 是啊 真的 嗯 我一直都带着 我不知道你和这周姑娘是 是好朋友 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对她 我了解了 原来你们是一对人 我和周姑娘其实也没什么 只是 只是 是 这姓赵的 居然对我无忌十分钟情 我去请高手将人 把她重新想好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赵姑娘赠何的美意 张无忌一直记在心里 此时 无意将她损毁 在下好生过意不去 你当真怎么想 嗯 你走吧 在下还有一事请教 赵姑娘 你把我大师伯等人请拿起来 究竟为何呀 我是出自一番好意呀 我想请他们为朝廷效力 享受荣华富贵 谁让他们这么固执不听 我只好把他们囚禁起来 慢慢再说了 赵姑娘在下 还不走啊 即使如此 在下就告辞了 走 等等 你走我不会留 你要带走周姑娘 也不跟我说一声 你当我是什么人 确实是在下失礼了 赵姑娘 请你高抬贵手 放在周姑娘吧 张教主 你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你要救人便救人 我们这伙人的老领 往哪儿放啊 你不留一手绝技 兄弟们难以心疯 小鬼 我不杀你 我要用你 逼你爹娘就范 我认出你来了 小时候就是被你抓走的 让我差点伤了性命 我今天 要你加倍地还我 我 又是这三个 来者不善哪 是 是 是 math 走 大家住手 张公子 三位请自便 你们一番好意周芷若感激不尽 张公子 周姑娘生了花蓉月貌 我见游莲 照这么看来 她肯定是你的意中人了 周姑娘和在下自小就相识 在下幼时中了这位的玄冥神掌 阴毒入体 周身难以动弹 还多亏周姑娘为在下吃饭喝水 此番恩德 在下绝不敢忘 照你这么说 你们俩算是青梅竹马 你是不是想娶她做明教夫人 不说话就表示默认了 匈奴未灭 何以为家 张无忌 你一定要跟我作罪分辨了我不可 只要我心里有底 可至今我仍然不清楚姑娘的来历 这个灭则姑娘是严重了 再说我从未想要和姑娘为敌 虽然有过数次争执 可是每一次都是姑娘来找我 并不是我找姑娘巡视生非 只要姑娘能够放了我众伟师叔伯 其各派武林人士 那么张某应当对你感激不已 不敢心存敌意了 再说我还欠姑娘三件事 张某定当尽心竭力 不让姑娘担心 你的这番话倒还蛮有诚意的 不过 周姑娘并非你的意中人 也不是你的师姐师妹 我毁她的容 跟你有什么关系 舅主先离开这里 再想慢慢救人 张无忌 你老实跟我讲 你是不是喜欢周芷若 我一笑 你竟敢羞辱我 我岂止是要羞辱你 行这样的 你给我听清楚了 今天你只要伤了周姑娘的容貌 我一笑绝绕不了你 你要是在她脸上划一道伤口 我就给你划两道 你要是划两道 我就给你划四道 你要是动她一根手之道 我就伤你两个 我亲以父王出言必见 平生没有说过一句空话 你可以防我一年半载 但你防不了我十年八年 你若想派人追杀我 可惜啊 你未必追得上我 姓赵的 怎么样 领教我轻功的厉害了吧 教主 事不宜迟 姐姐先退 赵姑娘 我们先告辞了 赵姑娘 师父 那个姓赵的丫头 是不是让你跟她比剑 师父猜得不错 她果然图目不贵 是以比剑来偷学我们峨眉派剑法 她的这点道行 还想跟我较量 她一张嘴 我就看到她的喉咙底了 你跟她比了没有 没有 没有 按着丫头的个性 怎么会轻易放过你 因为当时张无忌 住口 你少跟我听那魔头的名字 师父 张无忌他不是魔头 明教是魔教 他是明教的教主 他就是魔头 你跟他 算了 关在这么个鬼地方 生死难捕 还有什么好计较的 你见到张无忌了 他要救你吗 Oui 你看 优荀 乐 乐 乐